有朋友對車股有興趣,是Roy來的 他問175,他說貨底的成本是15元 他說還持不持續? 他說如果沒有更好的投資機會 他是可以坐的 但如果前景不好,就想沽貨走的 車股可能暫時短期裏要再捱一捱 始終長三角在過去一個多月面對疫情的困擾 很多車廠或者零部件的企業都是停產的 雖然最壞的時間應該過了 現在很多工都慢慢復產 但都要一段時間才可以令到那些產銷量 有一個比較正常化的表現 所以你看到吉利最近這兩個月公佈的銷量數據 都是不理想的 所以暫時來說,吉利要預計了心理準備 都可能會悶一點 但你問再大跌的機會 應該就不是太高了 現在看它的PE方面 都已經明顯有個調整 所以如果你說這隻股份有貨的話 可以是拿著蝕 你穩陣起見 當然都可以下面定下一個止蝕位 比如近期它走的一個橫通道 如果它接下來的股價跌穿通道底 比如穿10角半的話 那你就當止蝕走了 否則的話就暫時撐住 上面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就在12.8 如果你說它有機會突破到這些位 那不妨就等股價 可能升上去14元那些位置 才去估 就好了 嗯,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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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好啊